到我們了 對, 我想用哪一部機拍 但我想問這是什麼? 你帶這麼多東西? 其實我還帶了大腳架 小腳架 有兩隻蛋 那兩隻蛋, 請你吃 謝謝 這隻木碟是用來做的? 這個你先不要問二, 放在這裡 準備這些碗碟 我們現在的計劃是怎樣的? 我打算去那一帶看看什麼環境 我看到碼頭好像不錯 我打算去那裡, 真是陰陰地 但其實我是想下小艇 小艇? 我覺得你今天移水 我寄水 你今天移水? 之前有看過影片 教你如何用陽光拍照 也說過12點是最難拍的 真的站得上? 我幫你拿, 吃不吃? 好 這個是PA? 是 我們先放下 我們去碗碟才是這樣的 這個牆場挺漂亮的 先探索一下 沒有太陽的地方就說漂亮了 不是, 辣兵不是這樣 我們回去了 這裡很漂亮 對, 蠟燈很漂亮 這裡真的有感覺, 很適合吉他 如果沒有, 這裡認不住, 不用理我 我自己認得… 你說是, 你是大哥 你看, 這裡… 跟大家說, 這裡有個冷藤 然後有一點陽光 你看我坐在這裡 剛剛好, 你找到光位 這個位置一打下來就好看了 這個景色不能輸 其實我們三個人拍照的方向都很不同 詩欣很喜歡那種構圖, 用不同的建築物或環境 去做出很漂亮的構圖 感覺上, 人只是其中一個配套 他們現在正在拍攝上樓梯的鏡頭 其實上樓梯的鏡頭很難拍 你要把相機追得很好 因為它的遠近是保持向前的 即是焦點的位置, 要掌握得很好 即是相機本身的AI很好, 才能追蹤到 否則很容易偷偷 希望他們能拍到漂亮的照片 可能你要走 對, 很好 這些我想是藝術家的 Mingy, 我叫你走, 你先走 好… 我們這些造勢的當然是以大陸說 好 我看著, 看著我 很難… 很高難度, 這個攝影師的要求 羅天宇堪稱TVV最容易拍的人 為什麼? 英俊 你想不想來一個理想嗎? 再試一次 這個攝影師對後圖很有要求 其實那個主角沒什麼所謂 我們今天拍人像 這個島是挺漂亮的 可以在上面也倒影到 不, 還可以的… 其實一開始也覺得 一部拍VLOG的攝影機 用來拍照會不會沒那麼漂亮 或者會不會… 質素比較差 但剛才看完照片 原來覺得很漂亮 有時候無所謂 最重要是整張照片的感覺是漂亮 我們下一個目的地… Joey 我覺得剛才後面, 樹藤那裡很漂亮 我也覺得, 我們拍照吧 我們拍照? 對, 我幫你拍照 我忍不住, 我想幫你拍照 取景這些純粹是個人喜好 男生、女生的口味本身已經不一樣 同一個景色 他的拍法和我的拍法都很不同 沒有, 我沒有覺得不漂亮 不過我覺得這裡很… 如果我進來赤柱 不是說很赤柱特色 但我反而覺得 進來赤柱 每個人都拍美利樓的時候 拍一些別人不覺得是赤柱的地方 像人類 像人類 這樣也可以 也是的, 你又覺得對 又幫不了 也可以拍照 我覺得有一些光 剛好射到你那裡 那個位置… 這裡? 對, 坐在這個角落 拿起結他就最漂亮了 看前方, 陽光… 對, 倒下頭一點 我攝影風格 我對眼睛看到的東西 因為我覺得攝影 是說攝影眼睛的 但攝影眼睛每個人都不同 攝影就是我看到的東西 我覺得很漂亮 還可以 有感覺 我不要拍攝和Danny拍攝一樣的 不用理我 他不關事的 不關事的… 我只是興趣 不關事的 我想拿這個網 但我這支鏡子是不能自拍的 定朝鏡子是23mm 所以我其實拍得不靠近 我教了二光圈 所以它是有點景深 但因為很歪 所以就沒什麼效果 但我喜歡這個網 因為我有用那部機 即是私隱那部機 但那支鏡子有點歪 所以我想它的構圖 都是比較大範圍一點 而Danny剛才走到這麼近 應該我的樣子會大很多 即是人像一點的感覺 我想它是喜歡玩後圖 比拍人像多多 難的地方 就是因為我們的工作題材要真實 但我又忍不住 我想這件事是漂亮的 例如地上、光、鏡頭、反射 我都會想有些設計放進去 然後令照片好像特別一點 有真實的,可能構圖也不夠 都有構圖的,可能也構圖不夠真實 你在中間的中間 這裡 真實,我又覺得不難 因為我的方向就好像人是中心 其他所有東西都沒有那麼重要 每個人都很有自己的特色 你可以前一點 你可以望顏,好像找路一樣 嘩,很浪費 你數一、二、三吧 我令手 好啊,好啊 一、二、三 他真的很有心思 不過我和Danny拍的那些 就很大出入 因為可能人是這麼小的 照片這麼大出入 吉他 其實我自己本身很喜歡唱歌 但唱得不好 也有天分不足 反正自己喜歡 不如多用心思去學習吧 學習一下,有人會說 不如你試試彈吉他 我有一天就開始上網搜尋如何彈 身邊有些懂得彈吉他的朋友 就說不如我教你 潮海也有教過我 我又不是聰明那些 純粹是幫自己伴一下 就自彈自槍 放在網上的人就覺得不錯 慢慢就養成了一個習慣 基本上我的吉他 就是放在我的房間 隨手可得的位置 就這裡 這裡 看看要這個 坐在這裡 看看這一格還是… 好像這一格比較好 這一格 這一格好像有點骯髒 我覺得他是一個很友善的人 因為他很幫助大家思考 然後我拍了他一張照 我覺得很真實 但拍不到樣子 所以我沒有拿出來用 就是他擦地 然後他真的陪我玩了很久 我可能弄了一個多小時 在那段時間聚聚 真實的我比較少說話 像現在一樣 比較內向 所以在拍結他相片的時候 其實就是我真實的樂龍 就是不出聲 在這裡有時彈結他 有時想想 對, 要不要曬一下臉 我覺得臉要反一反一點 可能進行後比較忙 其實也很久沒來過這裡 所以今天來到這裡是挺棒的 又可以拍照 又可以彈結他 都是我喜歡做的